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数据存储与管理需求不断增加 而网络附加存储设备 已经成为了现代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工具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NAS来自驱灰Signology 型号是DS224 Plus 而这款双胖胃的NAS究竟表现如何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如今现成NAS产品的市场中 已经有不少品牌可供选择 但群晖Signology 依然是我最推荐的NAS品牌 最关键的因素是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是更值得被放心的 尤其是成熟的DSM系统 其简单易懂的操作界面和丰富的功能生态 特别适合许多小白以及懒人使用 因此自然成为不少用户的首选 此外群晖的售户服务和社群支持也都十分完善 用户可以通过在线教程、论坛和技术支持等 轻松解决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对于那些首次结束NAS的用户 群晖也提供了极低的学习门槛 这也是我到今天也一直推荐群晖Signology 的原因 作为一名拥有12年经验的婚礼摄影师 同时如今也是一名数码科技博主 我对于数据管理和存储的需求极为苛刻 不管是婚礼当天拍摄的海量照片和视频 还是日常评测的各种素材 如何安全高效的存储和管理这些文件 一直都是我十分关注的事项 特别是在我曾因丢失婚礼拍摄素材 被控上法庭并被迫赔偿的经历 使得我更加注重文件管理与安全性 幸运的是在三年前我就体验过群晖的DX920 Plus 并且一直使用它进行文件备份、整理和多媒体管理 而在这段时间里 DX920 Plus 的稳定性和DSM系统的便携 让我印象十分深刻 它不仅满足了我的日常工作需求 还让我的工作效率变得更为便携 比如我需要随时调用过去的素材 哪怕不在工作室 我也能够通过群晖的QuickConnect 来云端访问远在工作室的NAS 获取我所需要的文件和素材 然而随着工作室新加入了全职剪辑师 混用我的DX920 Plus 会让我们彼此的工作节奏被打乱 因此我需要一台更小巧便携 但同样高效的设备 给我的剪辑师能够有自己的NAS 用来应对平日需要进行剪辑的素材与文件管理 而这款DX224 Plus 就是我最终的选择 首先来看看DX224 Plus的硬件规格和主要特点 它搭载了Intel Acererun J41254核处理器 主频为2.0G 锐频可以达到2.7G 默认配置了2GB的DDR4记忆体内存 最大可以扩展到6GB 硬盘支持方面 它提供了2个3.5英寸硬盘位 同时也能介入2.5英寸硬盘 最大总存储容量可以达到36TB 外观方面 DX224 Plus 采用了非常小巧和好看的外观 在硬盘位的外侧也提供了一个保护遮罩 正面的部分提供了一个USB 3.2 Gen1 接口 方便用于连接U跑或是移动硬盘 接口下方则是有一个拷贝按钮 方便从USB接口进行一键文件传输 以及最下方的开极键 后方则是给了一个大风扇作为出风口 风扇下方则是配备了双千兆以太网口 并且支持列入聚盒和故障转移功能 再来还有一个额外的USB 3.2 Gen1 接口 以及最底下的电源接口 除了硬件以外 群慧的DSM系统是这个产品的一大亮点 简单应用的界面即使是NAS小白也能快速上手 除了文件管理以及数据保护 还提供了许多多媒体套介和扩展功能 例如我能够通过手机远程 无缝访问工作室里的NAS 甚至可以直接以简易的形式进行云端存储功能 以及我还能够将NAS的一些文件 共享给其他人在线观看 当然除了群慧Synology品牌本身 以及DSM系统以外 在实际的体验当中 DS224 Plus的性能也确实不弱 在RAD1配置下 不论是写入还是读取 它的表现都非常稳定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完全是足够的 而我觉得DS224 Plus NAS本身适合的族群包括了需要集中存储照片、视频以及重要文件 同时还希望能够享受流畅的家庭多媒体体验 比如通过Flex或者DLNA播放高期视频等 其次就是一些个人或是小型工作室 用于共享文档以及备份重要的数据 再搭配了可信赖的DSM管理系统 DS224 Plus也是比较适合的选择 再来就是初次使用NAS的小白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很便宜的线程NAS系统 甚至还有更便宜的DIY NAS 但我觉得许多小白或是懒人用户更在乎的是简易与稳定的操作体验 而群晖的DSM系统是非常适合这类族群的 此外 DS224 Plus的双盘位规格也足以满足这类普通用户的需求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说说DS224 Plus它的优点 DS224 Plus的优点显而易见 它稳定且可靠功能丰富 尤其是群晖家的DSM系统 不仅见面直观 还能轻松搭建家庭多媒体中心 那你不管是在沙发上还是乘坐交通工具上 就能随时浏览工作文件或播放高级视频 当然任何产品都不可能完美无缺 DS224 Plus也有一些改进的空间 首先默认的2GB 至于记忆体内存有点太少 建议将默认配置升级到4GB 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支持多任务处理 并且最大只能够支持6GB 也说明了它的上电较低 如果能够支持到8GB以上 那会更好一些 其次就是缺乏2.5G网络支持 虽然DS224 Plus有双千兆网口 能够支持列路具的和功能 但这也需要一点操作门槛 同时对面也同样是需要列路具和功能的设备 才能够完美达成 因此普遍上还是只能当做一般的天兆网口来使用 在当前家庭网络逐渐升级的背景下 特别是WiFi6极快的普及速度 天兆接口再过不久就无法满足需求了 更别说DS244 Plus并不支持PCIe擴散 因此我个人觉得要求原生支持2.5G网口一点也不过分 最后就是高负载10的风扇噪音较大 希望未来版本能够优化上的系统 还有就是硬盘拖架设计虽然支持无工具安装 但个人感觉简震效果依旧稍昇显不足 总的来说全灰DS224 Plus一款还算不错的NAS设备 虽然硬件规格与接口部分依然可圈可点 但DSM系统的稳定性以及可玩性实在是加分不少 如果你是懒得自己折腾 希望使用线程那设备的同时还能有可靠的稳定性 那么DS224 Plus的确是个无作的选择 只是如果你对于数据管理需求较高 那我建议搭配更大容量的硬盘 起码从8TB开始 并且直接升级到6GB的记忆体内存 以充分发挥它的潜力 当然如果觉得DS224 Plus的硬件规格不够高 群慧Synology也有其他规格更高的款式可供选择 选择种类非常丰富,大家按需选择即可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 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 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管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